啊 人如果想求富贵 佛法里面说 求富贵得富贵 求儿女得儿女 求长寿得长寿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这个话 我第一次听到 是张家大使告诉我的 我跟张家大使 那一年他老人家65岁 我26岁 张家大使大我39岁 祖父辈的人呢 他看人看得太多了 从阅历当中 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看到这个人的相貌 精神 仪表 贪图 啊 这个人夜深的命运 他都知道 那么对我当然不例外 老人 慈悲也 帮助我们改命运 啊 命里头 没有财富 夜深贫贱 命里面没有长寿 短命的笑 啊 它虽然没有说 我自己清楚 那他叫我 把这个因果 说清楚 说明白 啊 财富是国报 因是什么呢 是财富是 我没有财啊 我怎么能修财富是 那得有钱人才做得到 那老师告诉我 一毛钱有没有 我说一毛钱可以 一块钱有没有 一块钱还勉强 还行 他就下断 你就从一毛一块 学不实 最重要的 要长存不实的心 啊 不能没有这个心 烈 随分 啊 有多少就不是多少 财不实的财富 啊 聪明智慧是国报 法不实的财富 法不实是财 啊 你所知道的 喜欢讲给别人听 这叫法不实 啊 不但自己 要讲给人听 自己 还要做给别人看 身心 研究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的聪明智慧 无为不实 别人遇到困难 遇到这个障碍 你又方便 把他化解 啊 让他 离开 恐怖 忧虑 这叫 无为不实 果报是健康 成熟 啊 我听懂了 听明白了 他就叫我要正干 啊 先试试看 他那一天给我说了六个字 看得不放得下 他说你就真正干了 就落实在 财不实 法不实 无为不实 你去做六年看看 我很听话 就认真做了六年 六年果然有效果 而且效果非常殊胜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寿命 只有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以后 这个寿命 全是这一生 修无为不实 法不实 是延长的 自古以来 修长寿的人 多 得的果报也很显著啊 啊 但是 啊 但是 延寿超过四十年的 不同 啊 大多数是 是一个七 两个七 三个七 很多 那 一个七 就是七年 两个七十四年 三个七二十一年 啊 原了凡先生 延寿二十一年 他的寿命只有五十三岁 他活到七十四岁 走的 啊 延寿三个七 我没有求长寿 啊 我把寿命 交给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觉得我什么时候 该走了 他就回来接应我 那不来呢 不来就让我表法 啊 表什么法呢 表这三种布施 啊 才诗 法诗 无畏诗 我做了一辈子 天天都在做 讲经教学是法布施 用我的身体 用我的精神 这叫内财布施 比外财 国报还要殊胜 啊 外财 身外之物 啊 内财 身心体力 啊 无畏不实 念念不实 苦难重生 啊 念念度想 帮助大家 离苦的路 这是我又是 啊 老四教育 我做了62年 证明 老四说的 佛经上说的 但是 虚说的 顾 简单 我做的 我做的 与我做的 与我 我做的 一切堆 我做的 那我做的 能有代学有学问的这些老师的教训 尊师忠道 一教奉献 决定不吃亏 决定有殊胜的国务 不再有殊胜奔波 油画在人间 无比的快乐 这些都是从佛法当中带来的 所以我对老师的恩德 念念不忘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